关心今天上网信场最新的消息 这是我们看到台中市长胡志强呢 今天出席房灾演练 没有想到又遭到呛瞎了 不过谈到呢 日前发生女童网送命事件 胡志强也强调 救人呢 应该呢 最重要不要拘泥于形势 我们请朱显明为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 好 主播你可以看到了 今天呢 早上台中市长胡志强是来参加了 这个市区里头呢 消防局的这个演练 不过呢 这个提 当下呢就有一名灵性的男子 因为他要参选市议员呢 是多次的来进行抗议 而当下呢就被远警呢 给拉了吃出去了 因为他每次呢 都在这个场合里头呢 来举牌抗议 但是由于有了上次 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持刀 来呛一下的事件之后呢 警方是用强制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了 警方呢是强制把这名灵性男子呢 给拉出了现场 不过呢 谈到了昨天的潮信女童呢 在社工的转介之下 当然确认呢没有办法救回他的一条命哦 胡志强表示说呢 救人不应该拘泥于行事 我们来替一下胡志强的说法 我们要去批评别人 我只有检讨自己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我就告诉我的同仁 有类似案件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 有自杀的讯息或真相 就不能说 还拘泥于法令 说我们不能破门而入 这是很紧急的状况 我希望我的同仁 有更积极的做法 昨天我在任何人问我以前 媒体问我以前 我已经交代过了 这是我的检讨 好不好 不能再问了 我不能我没有意思 去帮你炒作法 谢谢 好不好 我该讲的都讲了嘛 早上已经讲过了 哪里有些人还讲 好我们可以听到胡志强表示说 这个救人不应该拘泥于行事 同时发现了任何相关的案例的话 可以先破门 后续再讨论赔偿的事情 而事实上整体这个女童的事件 是包括这个女童的生父 她是在台中市这一边 不过呢 由于呢 或许是台中县或南投县的 社工人员的通报 似乎也是有点问题 因此呢 台湾市的社工人员 也并没有去找这名身父 来出现现身 不过呢 整个的事件的相关的单位 都已经进行检讨当中了 主播